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生的转化以及学生的入学在这上面给学生提供非常多的一些高质量的一些帮助 我们现在主要的项目不单是提供给本科学生 语言类学生 同时也给研究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撑平台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五年的经验 同时已经毕业了接近五百个学生 我们目前在很多方面都积累了非常多的一些经验 首先在招生方面目前几乎我们所有合作学校 在中国地区的宣传推广以及招生 都是由新智以及我们的同事来协助学校完成的 所以在这上面给很多我们现在合作的中介和其他留学机构 带来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些便利 第二个我想新智教育现在最好的一个经验 是我们自己的一套教育的体系 新智目前的这个教育体系 不单单是从学生的服务过渡这方面来提供一个帮助 更多的是从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 从他们的学习语言沟通方式职业规划 以及学生本身个性的全面发展 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撑 咨询以及服务的一个平台 从我们跟很多留学机构的沟通来看 和大家对我们的一个反应 我想新智现在其实最大的一个优势 可能是我们新智的这帮新智人 是从一些非常领先的美国的大学 所以我们这个团队目前来说 从他们的背景来看 很多是学教育心理以及学生咨询 所以新智本身来说 的确是一个非常以学生成功为中心的一个教育机构 另外对新智现在最大的一个项目上的一个不同点 主要是着重于complete immersion 也就是说学生的完全的融合 对我们的观点来说 如果不完全融入美国的这个文化 其实对学生真正整体的发展实际上是没有益处的 所有新智现在的program都是在校园内发生的 是和我们的合作学校携手来完成 所以给学生提供一个真实的美国大学的一个融入的一个环境 我们现在合作的学校都是官方的合作 新智的2020计划将更多的注重于在美国其他各大高校的一个合作的开发 目前在我们的计划当中有中西部的很多学校 俄亚俄州立 宾州州立 UIUC 普渡这样的学校 有大量的中国学生 但中国学生目前在学校的融入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同时新智下一步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合作伙伴 以及高中的一个网络 这样对我们的学生能早期开始我们教育的过程 真正让学生准备好 到了美国的时候能形成一个无缝的链接 我希望2016年是一个新的开端 我们能通过这个机会认识更多的合作伙伴 很多的业内的朋友 共同来创造一个中国出国留学很美好的一个未来 谢谢大家